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为家,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 最近贾铃和她的电影热辣滚烫上了热搜,但相对电影内容本身,人们更多的是在讨论贾铃的整容式减肥。 所以今天这期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两位非常资深的健身教练,也是Shiro Club的联合创始人Jing和Mary,一起来聊聊这个现象,以及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减肥和运动。 欢迎收听。 哈喽,Coach Jean,Coach Mary。 哈喽,大家好,我是Mary。 哈喽,大家好,我是Coach Jean。 等等啊,今天是情人节啊,先祝两位情人节快乐。 我上次女招录播客,结果抽的是除夕夜,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竟然是情人节,真是太幸运了,每次这么大的节日都有人陪着我录播客。 也祝听众朋友们,情人节快乐。 那么我们在进入正题之前哈,其实我对两位健身资深的健身教练特别好奇,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简历哈,一个是复旦大学国贸专业,一个呢是滑铁卤大学经济系,都是高教练。 你们两位怎么转到了这种健身教练,而且我看你们两个都很资深,一个是从事十几年了,一个从事二十几年了。 Mary先来吧。 我自己呢是因为就是刚刚我不是说嘛,大一我其实是陆学是工程系的嘛,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滑铁卤的工程系是有多么累人的这些事情。 然后我真的是大一身心俱疲,然后就是身体心理上的健康其实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健身,研究健康饮食,然后等等这一些,真的是帮助了自己了。 之后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后,我就觉得,哎,我很希望把我学到的东西,真的实际让我变好的这些东西,就是带给需要的人。 然后所以我是大学期间就开始part time做教练,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踏入这个职业的。 到我了是吧,我有一个常年的一个运动背景嘛,我是从小练艺术体操的,在国内的话是达到那个艺术体操国家一级的这个水平的。 所以它奠定了我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背景,我是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体弱多病的一个孩子。 真的是从开始运动到后来就再也没有生过这种大病什么的,没有了。 其次就是因为运动成绩的这个比较突出嘛,那么也借了运动的光,就像,哎,我记得贝贝你前一个话题是运动推娃啊,我就是运动上到了非常好的大学。 不但大学的体育特招生。 哎,对,特招生,但是就是我的,我的录取分数线其实在运动,我可以这样讲啊,就用这句话就说,我是运动员里边学习最好的,娃里边我是运动最好的,我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对。 我也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office job,那玛丽是在大学里边又做了兼职的教练,我是工作之后开始,因为国内嘛,那个时候啊,上海这个健身行业刚刚兴起,那么先开始接触了啊,就是比较跟国际接轨的那些健身房吧。 因为原本的那个健身房,其实我们,我那个年代比较早,我跟Mary是有代沟的啊,对,就是从一个传统型的健身房到后来我们接触到的就是国际的一些品牌进来,完全概念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哎,很,很,也是偶然机会就是坚持的去做教练,然后就是觉得马上就把自己原先的那些精力就带入了,特别好的一种节,无缝线节啊,就这样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是,就是发现自己是热爱的,自己是有,是找到了一种职业的生命力,对,所以就一路走到现在。 啊,然后我看到你们两个现在强强联手,创建了在华人社区也很有影响力的Shero Club。 正好看到说你们Club的合作伙伴也是我这期播客的赞助商热行,对,然后 bio好奇就是,是为什么这次自己的Club会跟这个热行来合作。 运动的装备,我们的服装,它其实从面料到功能都是有讲究的。 在运动过程当中穿着, 对于运动的表现力 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 运动员的舒适感 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因为我开始玩单板的时候 我就觉得随便穿衣服就好了 外面保暖就好了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里面的那个保暖衣很重要 就它又能散热 然后又能保暖 以前我穿的衣服 它把我闷得很难受 对 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原来运动的时候 穿衣服这么重要 是的 非常重要 所以这也是一下子就打开了 对于运动服装 就是专业类的运动服装的 一个认知 新的认知 所以也是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对不同品牌 有不同的认识 就是有很多是我只中了质量 我只中了科技 但是它对于这个美的这一块 它可能就放弃一点 就像北美很多那个户外品牌 它穿起来很保暖 但是穿起来很丑 是不是 是是是 包括你说像那个始祖鸟 对吧 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但它价格的背后 它是有技术支撑的 就是它真不是 不是overpricing 但是它就放弃了 牺牲掉了这个美感 对吧 但是热行的 它的这一点 也是击中我的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两者都不要放弃 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 这个问题 对对对 热行之前就是 可以说只穿露露蓝猛了 就是Nike Adidas 我都是不穿的 然后就是接触到了热行之后 我第一次穿他们家裤子的时候 我真的是震惊的 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就和我当年第一次穿上Lulu的 那个Align那条裤子的感觉 的震惊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那裤子也太舒服了吧 然后后来又发现 它是华人创立的 我就是非常有一种 很prow of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能再补充一点吗 就是我跟随Lulu那么多年了 对吧 就是她的无痕内裤 我是一直有穿的 但是我跟你讲 我的经验是 热行的那条无痕内裤 真的就是最贴身的那一块啊 你虽然是看不到 但是我想说 她能够把那条内裤做到 我的心坎里边 这就已经说明 这个品牌不一般 我就想说 哎呀我们这期不能尬吹啊 也让听众们来体验一下 所以我们听众里面 如果你正好听到了这一期 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播客 以及在我们下面留言 那么你会有很大的机会 偷众热行送出的 或者是裤子 或者是内裤 或者是上衣 要抓住这个机会哦 广告时间已经结束了 进入正题 这几天特别火爆的 贾玲和她的电影热血滚烫 我刚才不知道这个电影 跟她这个事情 我是看到朋友圈 好多人在发 说一切都来得及 我要记得爱自己 就很多朋友来找到我 因为我是兼职的健身教练嘛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哎呀我被贾玲激励到了 我也要开始减肥 朋友圈里在发的 说哎呀贾玲都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我也是通过就是小红书啊 大家发朋友圈的这些 才关注到了这一件事情 然后当时看那个照片的时候 真的是完全没有认出来贾玲 然后我觉得这是谁啊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跟贾玲 这么大关系 然后才发现 哦原来这就是贾玲本人 对 然后随后呢 我就看到就是 她微博上有分享 就是自己杀青那天晚上 因为很辛苦嘛 这个过程 然后猛吃了结束 就杀青后呢 她就猛吃了 30块巧克力为话 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其实是有很强的共情的 就是很心疼她 因为我曾经就是也有经历过 就是在我还没有 就是那个认真的研究过 就是科学的健身啊 饮食之前 我也是有尝试过 就是严格的减肥 然后就会像她这样 就是暴饮暴食 对 所以我其实就是能够去想象 她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应该是 真的很辛苦 然后很难受 甚至她吃完了30块 微华比完 她不见得真的是开心的 然后我第二个 就是有了一个反应 是我会很好奇 她接下来能不能维持住 她瘦下来的这100斤 因为真的是很多嘛 就是大家都说 她减肥成功了 减肥成功了 她的定义呢 她不仅仅是就是减的这个部分 她还有一个定义是 关于就是你能不能维持 在定 如果你去收减肥成功的一个定义 她其实至少得维持一年 才算一个成功 所以我其实非常好奇 就是贾琳接下来的一个状态 我也是通过身边的反应 人的反应啊 我们不仅是微信群里面的 朋友圈里面的这种刷屏啊 等等的 一下子就是炸开锅了 我有个小群炸锅了 就是他身边大多数人的反应呢 是震惊和好奇的 就是震惊的是哇塞 真的一年里面减掉100斤 我觉得这个100斤的这个数字 其实它是有一定震撼力的 关键呢是就是这次贾琳是动真格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类似这种 就是大转型的这种电影 可能都会用到一些特技啊 或者是一些替身啊来完成的 对吧 以前我记得刘德华和那个郑秀文 拍过一个一个港片 他们是穿了那个胖子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贾琳这次震撼到大家是 他真的是动真格的完成了这件事情 好奇呢就是人很多人都会问 他是怎么做到的 对吧 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食谱和训练的这种方案 可以公布一下参考一下 我能看到的有励志的部分 也有能够令我们去引起我们思考的 励志的我是觉得就是 他确实他的努力和坚持的这种品质 他敬业的这种真的去 亲自实现了这件事情 这都是值得我们珍视 还有学习的嘛 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就是他减掉的这100斤 真的是不是真实的 有没有用减肥药 对吧 能不能维持多久 就是我确实也听到很多 开始有人在问这些问题了 但我个人啊 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 他减掉的100斤是真实的 而且呢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通过系统的训练 来完成和做到他视频里边的那些 训练当中那个片段 反映出来一些动作 这都是可行的 就是都是可以实现的 就从我们做教练的角度来讲 是做得到的 对于一个人来讲 说真的 就算贾琳她真的有吃减肥药 训练还是需要她努力的 就是她减肥药的功能 顶多只能抑制她的食欲 我在很多就是影片里 有看到就是她做引体向上啊 俯卧成啊 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是高难度动作 如果她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训练 在这一年里 她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动作的 然后也不可能就是有这种肌肉线条的 对 所以她肯定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减肥药可能吃 就算有吃 她其实把肉减少 但那种线条是吃不出来的 那线条必须要这个健身 对对对 就她的运动表现 这绝对是给她 得自己下争格去努力 她才有可能的 她能成功 我相信她作为一个名人 她背后是有很多支持的 我觉得可以效仿吗 我们普通人 普通人就是比较难效仿 她是有多种 多个维度的 因为普通人减肥呢 就是她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问题 比方说吃少了 那体力上 工作上的一些消耗 或脑 就脑力消耗 她可能扛不住 对吧 然后如果说 那我买健康餐吧 那可能开销又会 就是太大了 然后如果要自己煮饭吧 又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时间 因为有孩子 有工作等等 那想运动吧 就是工作 孩子一天后 就是真的已经筋疲力尽了 然后就觉得 那我找个资源监督我吧 可能真的又没有这么 大的一个 就是预算 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来分析一下 就是普通人跟甲林 这件 减肥 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的 很本质的一些差别 就是 首先 先立一个点 就是普通人 能否减肥 当然能 但他是否能够效仿甲林 用甲林这一套方式 成功复制 那我会答很多的问号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要考虑三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时间 金钱 还有团队 那普通人 这三点其实是我们的稀缺资源吧 对吧 你说甲林 甲林的这次 她是 她目标非常明确 她是为了拍这部电影 对吧 她有这个角色需求 有这个造型的需求 那么这是她的工作 她是要完成这个工作任务 用一年的时间 一门心思的指着这件事情 那刚才Mary也提到 我们普通人 你有工作 你有包括我们做妈妈的 对吧 还要有带娃的 这个有些是学生 还要学习 这个就已经是增加了很多难度了 很多的这个时间上的障碍了 对吧 好 那么经济也是的 就是你如果说你全脱产 去做这件事情 你又怎么来 有经济来源来维持你的生活和生计 对吧 这也是要考虑的 那么像贾玲这样子 她要一年里边 那么的系统化的训练 是不可能没有一个团队的 一定是专业的教练 专业的营养师 那个整个团队都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 当然我相信有她自己的 努力的成分在里边 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团队专业的人士 她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 我想这样讲 这个现实 对 所以我想说 如果说是效仿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普通人要效仿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对啊 我觉得就是包括 就是从动力来说吧 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她这部电影能赚多少钱 但是肯定是普通人好几年的工资了吧 对吧 甚至好几十年的工资 这个动力本身就已经非常强了 对 而且就是这个动力就是说她是赚钱 就是说她是她会有巨额报酬啊 因为这个有些对 她是带薪减肥啊 而且报酬颇分啊 然后就是普通人的话我们是花钱减肥 就这两个两个这个点 本质上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然后你还要再克服很多心理上的啊 这个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这个就当你在遇到挑战时候 你怎么度过啊 就是那么多的对吧 这个普通人更难更难 对对对 我看朋友圈好多人就开始 一下子被假定这个事情激励了 感觉这么一下子就有动力了 要开始去动了 但我的感觉是 这可能是一时性的 可能这个事情 就像看那个心灵鸡汤 或者看这种励志的电影 看了当下去的 哇 哎呀好棒 我要去做 但是可能说个几天 这个是 这个是典型的 这是典型的多巴胺分泌情况下面的 头脑发热 就是说上头了 上头了 有时候确实是 我们在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 一下子下定决心的时候 往往往往就是 头不够冷 这个借用最近也是热播的 蹭一波繁花的这个热度 里边那个就是那个金科长嘛 说的我们干事业 对吧 心要热 头要冷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 那我们比如说 现在大部分人啊 这个心已经热起来了 那我们有什么建议 就作为专业的精神教练 有什么建议说 让他们能够头冷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动力保持住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呢 嗯 我觉得 首先我们借着贾玲的这个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其实贾玲 虽然看似减了一百斤很多 但他其实如果换算成 每周的一个速度 就是一公斤 而且这个速度是可行 且健康的一个范围的 所以我们建议教练去分析的话 所以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要相信自己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就是方式 对 然后以及就是有一些坑 我们要可以避开 他这一年减一百斤 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健康的 还是说比较激进的 是有一点激进的 因为他在我们 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康 减重的一个速度范围 他是在这个范围的最 就是最大的地方 最高的一个值了 对 平均算一下一个礼拜 一公斤 也就两斤 就是我们现在是平均化了 但是我相信贾玲 整个过程当中 他的前中后期 减脂的速度是 可能会有差异的 对 配合他的这个就是 教练团队也好 饮食的这个营养师 给他的一些计划也好 他一定是有一个 慢速到中速再到最终 冲刺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对于就是普通人来说呢 就是首先你可能要 不能做出一个太巨大 应该说不能做出太难的改变 就比方说 比如说你从来不做饭的一个人 然后你说啊 我要减肥了 我现在下定决心要卷肥 然后开始每天都天天自己做饭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刚刚说的就是 你的头 你的头要冷 就是你 你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到底能不能 能坚持多久的时间 因为减肥 它不是一个短期战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长时间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嘛 所以刚开始 我很多学生他可能 就是就会一上来就问我说 那我是不是开始得自己做饭了 我不能再点外卖了 我都是阻止他们的 我说其实你可以点外卖啊 因为我们点外卖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你可以改变你的 点外卖的选择就够了 那对他们来说就是 哦那还挺容易的 我可以坚持 对吧 如果是让他天天做饭 他可能坚持一个月 他还勉强能坚持住 一个月后 我觉得就不行了 然后说到头比较热 上头的这件事情啊 我朋友圈里边已经有人发毒誓了 对天 这几天发毒誓 从今天开始 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也能做得到 他说 我觉得就是说 确实是就是很多人 可能这个时候就一下子 激起了一股这种 我们说当妈妈的会激娃嘛 对吧 看到别人家的娃以后 就开始激自己的娃了 那现在是我们看到假人以后 我们开始激自己了 就是说 但是激是有方法的 就是我们先把贾玲这个 就是如果说 我把贾玲的一个 我对他的这个训练 或者说他这一年里面做了什么 来把它分段来解析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计划 就是说可能你就会觉得 哦 OK 也是需要一步步来的 因为因为他是消失了一年出现 你会觉得哇塞 一个大变样啊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 头脑冷静下来 我们继续去看 他的计划不外乎 一定是有前中后期 分三步走 或者说是分段的 分阶段的 并且每一阶段有针对性的 一些训练计划和方案 来实施执行的 完成的 我初步的就是 就是我 就以我这个教练的身份 我在想啊 就如果我是 我是他的教练团队的一员 我基本上就会给他定的是 初期里面 因为他本身的体重是很大的 要因为大家看到的是 从他A 直接看到了他的那个 走到地点的那个 那个对 你没有看到他的B和C 就是他的A肯定是先是 我相信是一开始肯定是以油氧啊 还有加上饮食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先帮他去减去一定的 这个体脂和体重 让他呢 能够在心肺耐力提升的同时 减轻他身体的负重和负担 为他中后期的这个训练和这个完成度 做下一些铺垫的 就是一定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考量 这是分阶段走的 就你不可能一下子 哦他马上上来就是动物流了 现在我觉得 不仅是减肥热要起来了 我觉得动物流也要 热度也要起来了 什么是动物流 就是贾玲那个视频里面出的那套 那套那个 他有一套很大的 很燃的那个动作嘛 现在很多教练都在模仿他呀 很多的 对的 有很多模仿的拍的视频嘛 就在把他动作完全copy下来 都能做到嘛 就是说 但是真的我们我们头脑 再放冷静一点 就是你要从A点 现在比如说女生 连一个俯卧撑 坐起来都很吃力 到能够这样做一些 Plyo的 就是我们增强式的 跳跃式的俯卧撑 你中间是有BCD 要走的 对你要打基础 你的体能 你的体力 你的身体素质 在全方位的这个 就是系统的训练下面 要全线的 全维度的 去提升之后 你才能够完成后面的所有的 然后他的中期一定是加入了 力量性的训练了 力量 加有氧 就是来加速他的一个减脂的速度 那么但是这个是一定 你前期是有基础的啊 不是跑上来这么做的 当然饮食是时刻在配合着的啊 然后呢 就是到后期的话 肯定就开始更多的 有多元化的训练元素在里边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动物流啊 功能性训练啊 等等的 一定是相结合的 再加上他本身的角色的要求 是kickboxing 就是这个训练的这个类型 一定也会加进去 所以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 dynamic的 很diversity的一个训练的方案 在最后期进行一个冲刺 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来分开来看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说你人是一段一段适应的 我们的身体是会分阶段的 去适应这个过程 再往下一个高度行走 就是降下来一年是完全的 就是非常合乎 合乎 就是它是合理的 并且是可执行的 可就是achievable的 也是manageable的 主动人 一般你会给大家设计的时间 是几个月 Mary你会设计几个月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开始激素 激素都不一样 对 以及他到底是想瘦多少 对 然后以及这个人 他有没有一定 曾经有没有一定的运动习惯 就是他目前的身体状态 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一直有跑步的习惯 虽然说他没有瘦 他现在的体重不是他理想的 但他可能一直有一定的运动习惯 那有些人他可能是久坐 然后并且从来不运动 那就是有他们在训练上的安排就会有不同 然后这个速度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如果说是对于女性来讲 我们还要考虑他可能有些女性 他本身就有内分泌的 分泌紊乱的这个问题 再说北胖本身就是代谢紊乱的问题 这个本质 那么我们还要解决 就是说先要 顺着他的内分泌激素分泌的 因为我们女性每个月 这个就是大姨妈来 已经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生理的周期 就是如果你不是去应对 他的这个生理周期 你反其道而行之的话 你会对这个人造成一种内耗和压力 反而对身体是一种增加他的压力了 更不利于减肥 对 所以有很多的因素 很多复杂的这个层面 而且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 具体的你必须花多少时间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说是general speaking 就是我会提醒我的学员 就是说你最起码要做好三个月的准备 这是最起码的at least的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追求塑效的话 那我的approach会说 如果是塑效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的反弹速度也会更快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现在我就想说就是 三个月是Z曲码的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三个月你自己能感觉变化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维度 就是别人能够感觉到你有变化了 一年的时间长度是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变化了 现在就是假灵的状态 这就是假灵的状态 一年的时间 全世界都在为他欢呼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人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预期来讲的话 我对我的学员会告诉他 就是时间长度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不要觉得就是哪里哪里 这个可以让我一个礼拜就受什么什么都好惊 就是说 这种呢 就是说如果一般 一般就是来找我们训练的话 我都会跟他梳理一下 这个 先把就是他的预期和他的 就先和现实相结合 就别太预期过高 然后你很失望 你会对这件事情 就是造成 因为人的心理 就是你的这个体验感 你的感受和你的预期是完全是吻合的 一旦你的预期落空落差比较大 跟你的现实落差比较大 他会抑郁嘛 对吧 我们也不想 不想就是 因为这件事情反而造成了这个人的心理负担 那是有反作用 其实相当于是你要从这个心理上 认知上 去跟这个客户沟通好 然后在过程中 可能刚才我们这种 大概的是说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但是过程中 其实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我们去威胁 有些人有很好的运动基础的 他平时是有锻炼的这个习惯的 他就会比较的快一点 对 他本身体质 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那他花的时间也会更短一点 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些现实 就是你这个条件摆在那边的 就是这样子 我非常同意 就是我当时看这个媒体宣传的时候 我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灯 就是好像大家非常强调减肥这两个字 而且减肥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像Mary刚才说的 它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长期的 一个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的问题 对 而且我更希望就是女性 就是不要再进入这种减肥的状态了 因为减肥它就是一个短期达到了一个目标 那然后达到目标呢 就是如果你不能维持住你减肥过程 做出的所有这些健康的改变的话 你的身体最终还是会回到以前的状态的 它应该是一个长期养成健康习惯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短期的减肥 因为短期的减肥 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就没有维持住这些健康习惯 你还是会回去的 那你就会线路一个减了 然后又变胖 然后又要再减 这样一个循环里面 你跳不出来 你只有把它变成一个 我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 变成一个长期的东西之后 那你就能做到一次减下来之后 我不需要再go through这个很艰难的经历了 顺着Mary刚才的这个点 她说减肥是长期主义 我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在变瘦的时候 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 我是越变越瘦 还是既瘦又变强了 就是我变瘦的同时是否变得更强 这是一个就是身体方面的啊 physically的 还有一个就是 am I happy 就是说我开心吗 我现在对于现在状态 我的身材是满意的 但是我整个过程 我是不是非常的 是一种排斥感 还是有一种排斥感 还是我非常enjoy这个过程 我既满足于我现在的现状 我也非常enjoy这个过程 我愿意长期的就是重复的 我会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条路走过来的 这段经历 如果让它把它复制成365天 天天要这样做 你有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如果你没有心理负担 恭喜你 你一定会保持住 而且你是成功的 一定会成功 但如果我刚才也是 Mary有说到 就是在看了贾琳的一些 她微博 马上就杀青的那天 她立马吃了30块 那个华夫饼干 巧克力 其实我们想 从任何的现象上面 去看她背后的一些心理的 她会有一些心理的体现的 我相信她其实是一种强压政策 就是说她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因为毕竟是背负着 毕竟是个名人嘛 公众人物 她要背负很多 就是大众对她的这个评判 就是她这个结果 就是对于这个塑造的角色 对吧 就能不能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 她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心理上会对这件事情 在整个过程当中 她是有压力的 所以她的这个行为 其实是一种 也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发泄 也是一种 就是好像一种抱负式的 有一点这种心理 在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我们不希望你最终的庆祝方式 是用你原来的那种 就是你的那种放肆的 这种放任的这种形式 在欢呼和庆祝 那我会更担心这一点 就当我想到 比如说我们高考结识的时候 很多人拿着书丝书 哇就扔出去 然后大家很开心 其实这种状态 跟你刚才那个贾玲说的一样 她其实成功了 但成功之后 她那个状态其实 不是那么好的 她是要通过这种 道夫的方式 来庆祝自己的成功 这个状态 其实不是一个很平衡的 很平和的状态 对 就是我并不知道 她真实状态到底怎么样 我只能通过 她现在就是在媒体上面 表现出来的 她自己的一种字数里边的 对 一定是有一些信息 和那个crew 就是给到我们 就是而且她有些采访当中 也会表现出 我总觉得她是 有苦难言的这种感觉 总是满含着热泪 就是她有种 就是讲不出的苦的那种味道 她有一点点这种 就是我不想去揣测她 我相信她这一路走过来 一定不容易 就是 但我更希望她是 应该是一种 释放的一种愉悦的 喜悦的泪水 和她真的是 吃了很多苦 然后终于可以 可以解放了那种 那种就释放 是不一样的体现 所以我是真心希望 就是贾林是 她能够认知 就是她能够完全接受 接纳 就是这整个过程 她所付出的 都是值得的 我希望是这样子 就是 然后这个就又引申到了 就是说 刚才Mary说到 就是减肥 它只是一个 一个短期的行为 不是一个长期主义 那我其实有一个思考 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 就刚才那个贝贝也说到 就是我们高考完了以后 我们把苏丝了 就觉得这一辈子 我要读的书 就到此为止了 对吧 就是其实我们这些 行为的背后 是不是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把这件事情 当成了 当成了就是说 一个目标 实现之后就拉倒了 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终身的行为 但我们其实 真是现在想想看 学习这件事情 运动这件事情 还有你 还有对我还说了 弹钢琴 学习艺术这些 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终身的 是一个终身制的 一个行为吧 而且它是在你这个 终身制里边的 一个里程碑而已 一个目标而已 你实现了以后 运动是要坚持下去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 这一层去自己去 就是我不能去替代 所有人的想法 我只能对我自己 就是我通过这件事情 我的思考以后 我会去想 就是说更加坚定了 运动是一个长期主义 它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学习也是 艺术也是 我会调整我自己 然后我会用这样的一种理念 去影响我的血缘 去跟他们进行探讨 来影响到更多的人 可能这样就会改变 你很多的行为模式 比如说高考 高考它本身是一个节点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 我们其实是要去养成 一个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钢琴 它钢琴其实也是一种 能够培养艺术的一种方式 对吧 是一种表达方式 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但我们会去把它变成了 一种考级 把考级作为了 你学钢琴的目标 你把减肥成为了 你运动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就定错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因为你减成功了以后 你是好了完了 结束了这件事情 一样的 我觉得把它放到人生 我们上个价值 就是说放到人生的 这个问题层面上面来讨论 一样的呀 就跟爱情是不是婚姻的坟墓啊 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啊 现在是那个教训吗 与人节啊咱们讨论一下 就是人生到底更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对 是这次减了这一百斤 是 然后或是能 就是钢琴考十级 弹野风飞舞 能考上哈佛耶鲁 还是说 我能俩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坚持一辈子 还是说我能接受 就是我能享受音乐 我能享受乐器 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全面发展 人格健全三观阵的一个人 就到底什么是更重要的 这是个人选择 每个人的个人选择 我们只是通过甲林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去引出的一些思考 自问 就是我自己也会问自己 就是同样 我也会跟我的学员 展开一些这种 就是更深度的 更深度的讨论 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是 它的意义在于 你 就是 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意义 你把它活成什么 它才是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能定义的 不是我们 就是我自己 可以定义我自己 但我不能定义别人 是自己要去找答案的 嗯 我刚才特别欣赏 科学金刚才讲的那句话 就是 我们可以 既瘦又强 然后呢 还能开心 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他们的认知的 认知里面就是 减肥是跟痛苦 跟折磨是 挂钩在一起的 然后我很好奇 就你们的学员 因为你们已经 二十几年的这种 健身的这种经验 健身教练的经验 你们的客户 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他们 在你们的指导下 他们的减肥 可以是一种享受吗 回到刚刚前面 我也有提到的 就是我首先会去 很细致地了解一下 他们现在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会希望他们进 我会 然后从他们现在的生活里 去抓一些 我觉得容易改变的地方 先让他们去 开始做出改变 就比方说 如果他是一个 每天都点外卖的人 我不会让他就不点外卖了 我会说那你可以 点这些外卖 然后给他选出一些 相对健康的 然后也是他能够 就是接受的 就是中国味 可能喜欢吃的东西 像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健康餐也做的 其实是很好吃的 而且还有很多这种 专注于 就是做中式健康餐的 对啊 我们其实有一个 合作品牌 Mibo 他也是就是 他就是专门 做中式健康餐 那其实大家就 也可以吃的很健康 同时又节省了很多 你要去做饭啊 等等的这一些 时间精力 就可以大大的增加 他们健康饮食的 这个完成度 然后在运动上也是的 其实每个学员 他的一个性格啊 等等这些不同 他对于运动的一些方式 也会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偏好 有些学生 他可能就比较喜欢 近一点的 有些学生 他可能就更喜欢 就是节奏快 然后你给他放 就是很嗨的音乐 等等 我可能就是很不喜欢 就是很嗨的音乐 在我旁边很吵的那种 所以就是通过 不同的这种 对自己的认识 对学员的认识 然后去结合给他一个 更适合他的这种计划 其实对他来说 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有那种 很强烈痛苦的感觉 就没有那种特别大的 需要改变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当然在前面 其实就跟静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是需要做很多 和学生进行很多 就是这种认知上的沟通的 就是我们首先也要 就是让他知道说 你就是回到刚刚说的 就人生到底更重要的是什么 先上学学课 再上心理课 再上运动课 对对对 所以就是 所以Sherocop的课程 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健身课 它其实有融入了 非常多的东西在里面 你首先就是要在认知上 开始接受说 哦我不是要来减肥的 我是要开始来改变 我健康的 我要开始改变我的习惯了 然后呢 然后减肥 它是一个byproduct 就是我做了这些习惯 我就能减下来 我也不想用鸡汤啊 也不想就是PUA任何人啊 就是说 因为快乐不快乐 其实它是一个选项 对对对 就是说是你自己选的 就是我不能够让你快乐 能够让你快乐的是你自己啊 那么好 回到就是运动这个本身 它到底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 当然是有挑战的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挑战 怎么来看待这个痛苦 怎么来看待这个你在上升 上浮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 你要上浮你要上升都是有阻力的 你要下滑 没有阻力的很容易的下滑躺平 它都是很容易的 那每个人你自己选了 对不对 我不给你做选择啊 选择替你自己做 对吗 那么 跟我训练呢 就是说 至少我会让这个过程 会变得比较的愉悦 痛病快乐着吧 对吧 但其实很多人在 痛完之后 他也觉得这个痛 其实是能够 我们所谓的痛 就是说痛苦 或者说 你到底是physically的这个疼痛 还是你那种心理上的折磨 对吧 这个痛还要去分级别 对不对 那么你是愿意就是这么 一下子酸痛一下 就是在那个坚持不下之后 我喊出来 就是说 还是你愿意被病痛折磨 就哪种痛都有痛的 就是不代表你不训练了 你不运动了 你就不痛了 对吧 就是说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会 我会跟我的学员 有这种交流 更深层次的交流 听上去好像 都是在这个 就是有这个必要 我们搞得那么复杂 我觉得真的是有这个必要 因为这个事情 是终身的一件事情 就是决定了你 你的生活品质 你是以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 在生活的 包括就是 我们其实也知道 从科学的依据来说 多巴胺的分泌 内肥胎的分泌 最终还是会奖励 你在这段时间里边的 就是消耗过程当中 所碰到的所有的难关 就是你那种感受的 它是有奖赏的嘛 对吧 所以就是真正 你这个人 他真的 我陪伴他走完这条路以后 所有的学员都会说 非常值得 这个是我非常希望听到的 和我希望看到的 这是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不是让他们剪下来 剪下来非常容易 人人能做到 你不需要我教练 你不吃不喝 你就剪下来了 真的 我需要你锻炼 对 所以我们真的 你就你来找我教练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你要的是什么 你就是我的价值 不是陪着你训练 我的价值是让你明白 这件事情 你每付出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值得的 超值的 在这里 我就想提一下 我们 Shiro Club 其实接下来 是有一个奖励 机制 给到我们的 所有会员的 就是你来我们 Shiro Club的时候 其实你等于在 Shiro Club 开了一个 健康的账户 就像银行开户一样 然后你每在这儿 运动一次 你做一次冥想 你做任何 对于你身体 有益健康的东西 我们是会给你积分的 然后并且你这个积分 是可以就是去换奖品啊 去作为credit 用在我们的课程啊 等等这些 就是我希望就是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就是健身这个过程 就是很没有及时满足嘛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 延迟满足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就是 尽量的在 尽量的帮助学员 就是在这个过程 可以更加的smooth 或者说是能够看到自己的 因为其实我们人最不能够 就是他对于他的付出 他是希望有回报嘛 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 一种需求对吧 就是非常正常 我们这个作为人来讲 都需要被认可 被看到 被这个奖赏对吧 就是我的努力 需要有奖赏 所以配合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配合我们本身 整体过程当中 体验感啊 各方面啊 这个训练方式啊 我们教练的这种 各种的不同的风格啊 就是说 全方位的 让这个过程 变得就是让他觉得 他在 他的整个的体验下来 他是开心的 他是享受的 他对他的这个付出 是觉得值得的 那我就回到 刚才那部电影 就刚才聊到这个东西 我就想到 其实可能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减肥的 是因为媒体宣传都是 讲这个贾玲受生的事件 那实际上 我看贾玲她本身的分享 她其实说 不想要引起大家的身材焦虑 然后她其实这部电影 也不是想要谈减肥啊 然后谈肝肌 她其实要谈的是 怎么样去爱自己 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 我们可以聊的深一点 可以展开说一说啊 或者是引发一些讨论啊 思考啊 就是一起来讨论 我就是前 就前两天看到一个 心理博主的一段话 我想在这边分享一下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就是能够 首先他触动我 第二就是让我能够 有一种一种思考啊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一个人的自信和松弛感 难道不是来自于展现不完美 要瑕疵 暴露一点自己的这个弱象和真实吗 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 能量才能流动起来 而流动的能量才是生命力的体现 完美是紧绷的 而紧绷会表现在 怕不完美和怕没规矩上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刚才贝贝也说到 我们学习也好 运动也好 减肥也好 都是为了让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那这个 我想说的是 更好的自己 是完美的自己 还是有瑕疵的自己 比之前快乐一点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 先接纳自己的 这点特别好 就是你爱自己 你不是爱自己的成功 不是爱自己的成就 不是 对 就好的和不好的 我都要爱 你接受你自己不好的时候 你那个爱才是真正的爱 那对自己 对他人 对于这个团体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世界 其实都是应该是抱有一样的 一种 如果你是爱的话 你应该是一种同样的态度 叫无条件的爱 虽然是很难做到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要接纳不完美 你才能够真正的 就是从这个 在这个条件选择下 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 嗯 哎呀 这个话题太好了 今天正好又是情人节 又说到这个爱上面 哎呦 太好了 对 我们转到了这里 真的真的 没有无缝衔接啊 我觉得 这个就是 绕了一圈又绕回来 哎呦 太好了 这个话题 然后我现在还有个问题 你们作为二十几年 十几年的健身教练 你们是否也有软弱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大家都会很想知道的 就是教练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不相信 就我很多学员都不相信 我是每周都吃螺蛳粉的 我超级爱吃螺蛳粉 就是我每周都要吃 所以其实教练也会偷懒 也会吃垃圾食品 我们也是人啊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首先比方说 如果我今天不想锻炼 我会去做一个觉察的动作 这个也是我们说 club的课程里很常用到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去觉察 我不去评判 我今天不锻炼 我是一个懒人 我是一个废人 我不去做评判这件事情 但我去觉察 哎 我今天为什么不想锻炼 我有没有更喜欢 我更能够帮助我 能够坚持锻炼的方式 对 然后在饮食上 这个觉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 因为我曾经就是有饮食失调症嘛 就是我会一口气吃下两份burger套餐 就全部自己一个人吃完 而且很快的煮沫 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而且是其实是心理问题导致的 然后当我就是学会用觉察这个工具后 我就发现其实我吃这么多东西 只是为了抚慰我的一个情绪 我是因为当时大一非常不适应 大学这个 因为和高中相比节奏非常快 然后我也接受不了 就是那么冷的冬天 然后我用了觉察这个工具 我发现 我是因为这些导致我需要这么去吃东西 然后我就能找到解决方式嘛 对吧 我冬天 我怕冬天冷 那我是不是冬天多穿一点 让自己经常的感觉不到 就是不要感觉到冷 然后或是我经常多吃一些 多喝一些热汤啊 热茶 诶 真的 就是我慢慢食欲就稳定下来了 就是我去觉察了我的身体 觉察了我的这些感受 不要去评判它 你越评判 就很多人就是你你是更多的是批判 你去你你没有吃的健康等等 这些反反而给自己更多的压力 说我我我我有负罪感 我吃了这个我吃了那个 然后呢 你就更不开心 然后这个不开心可能导致你更想 再去吃更多不健康的东西 对 对 那那同样啊 就是跟Mary一样 生而为人 我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正因为是不完美 所以才是真实的 我觉得首先是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Be real 对吧 就是 Be myself Be real 这很重要啊 就是 然后呢 就是一样啊 因为做那么多年的教练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也会去上课 也要去练别人 对吧 就是 其实都会有 上课前五分钟的那种纠结 小纠结 去还是不去 对吧 就是说 算了吧 就是 那么累 干嘛呢 我找苦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小啾啾 都在那边 那个时候 奔发而出 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阻止了我们 就是往前慢一步的 那个动作就阻止掉了 其实这是常态 接受这个常态 我觉得就像Mary说到的觉察 就是你能够觉察到这一种情绪 其实好的 你就接受它 而且你要知道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 人人都有 就是我发现 我 而且我现在就是 也会告诉 你们不要把我当神啊 我说 我教练 我也会 就是 我也 因为我们都是人 都会偷懒 我们这个 天生的这个偷懒机制 是上帝给我们的 就是说 对吧 人的惰性啊 或者说 人性 现在很多人说 运动是反人性的 就我们人性里面 都有这一层东西在 在那边 你不能说 我们当然就是 觉察了以后不评价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嗯 就是接受它 那我会跟我的学员怎么说 或者说我自己怎么来 来解决这个 就是我其实纠结管纠结 正因为 我是知道这种纠结 一会儿 就五分钟的时间 就过去了 然后练完之后 哎呀 神清气爽 这个 就是浑身不畅的那种感觉 完全可以替代 覆盖掉 前面的这种 所有的纠结 和那些小九九 对 所以 我觉得就是 我是这样来讲 就是好像 就好像我们有很多时候 你知道感冒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重 就是小感冒 不是 不是大的那种 浮露 或者怎么样 小感冒 我们每个人 应该是比较淡定 会去处理的 你不会觉得 哎 我很紧张啊 这个不行了 我这个卧床了 就是小感冒 你可能也就是 很正常 因为你是知道 后面你会好 你身体是有这种 自愈能力的 你有这种 这个免疫系统 是会去walk的 对不对 就说 正因为你是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个闭环 就是这个情绪 这个闭环 通过运动之后的调整 是存在着的 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 不要太紧张了 就是让它存在吧 就是 偶尔的小感冒 是能够接受的 能够接受 所以就是 比如说我们 最难的那点 就是要踏上 跑步机的那个点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意识到 这个软弱 是每个人都有的 或者 我就说纠结归矩 但是这个动作 你要去做出来 就像Mary说的 你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替代它 或者怎么样 你今天不想去健身房 你可以去外面走一圈吗 你今天不想踏上跑步机 我可不可以 一边跑步 一边走路 一边看一个剧 因为这个动作的实施 和你光想不做 是两个层次的事情 对 而且就是运动本身 就是个实践性的科学 它必须是你 亲力亲为 才能够 才能够见效的 真的是这样 对吧 就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去替代 替代这个 这件亲力亲为的事情 那么在吃的方面呢 就是我跟Mary一样 我不计口的 我什么都吃 但是有一点 我就是基本上不放纵 就不会暴饮暴食 不会就是因为压力重了 我就过多吃某样东西 就我就 因为我没有负担 我就是什么都吃 我就让自己什么都吃 所以我不会有一种 好像 哎呦 我这段时间不吃 然后下段时间 我就暴饮暴食了 因为也是一种补偿嘛 心理补偿 其实在饮食的地方 有很多东西 是有心理机制在做 背后的推动的 有很多暴饮食也好 包括你看压力导致 这种压食症也好 暴饰症也好 它都是跟心理有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检查一下 发现近期就是 自己吃得特别不正常 我觉得最先要去 最先要去就是 关注的 不是运动减肥这件事情 而是自己最近的压力怎么样 心理状态怎么样 如果真的在这方面 是需要一些专业的 这个帮助的 那就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我觉得这都是 都是非常可取的 而且是应该可以被接受 接纳的一种 一种自我自助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这期播客就录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 Coach Jim和Coach Mary 这么多干货的分享 希望能给听众们 带来一些帮助和提醒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 关注留言 因为你们有可能会收到 热情送出的衣服和内裤 感谢贝贝的邀请 然后真的很荣幸 可以参加今天的播客 聊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就是 对对对 然后真的希望就是 听到这个播客的听众呢 能够真的听到一些 就是我们给出了这种 很中肯的建议 因为有很多的坑 都是我自己踩过的 我真的非常希望 大家不要再踩这个坑 对直接绕开这些坑 谢谢我们这两位教练的 这么真诚的建议 还是感谢贝贝的邀请 也感谢所有的 四海维加的听众 那么再次祝大家 情人节快乐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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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